歡迎回到電競七連超級連載 馬上登場的是星海爭霸2的項目了 住在我身旁的是阿法老師 李正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阿法 是的 那最近有一個好消息 要跟大家進行分享 就是閃電狼的SUN S.A.N.SUN 目前在WCS的EU區是取得了32強D組的小組第一名 但他現在是在這個EU區的精英聯賽對不對 對 哇 真的好厲害喔 他是打了兩次小組勝利 都是以2比1獲勝 然後終於拿到D組的第一名 相當不錯簡單 而且D組還有MVP在啊 不過MVP居然這個 打不太好欸 對 居然就直接0比2然後就輸掉了 完全是讓人看傻眼啦 是 然後沒想到TOD真的是寶刀未老 居然還是能夠晉級 嗯 那另外呢 我們回過頭來來看到 另外兩位來自於台灣的選手 我們的台灣蟲王SEN 以及現在在華爾街的CHEK 兩個人在AMG也有不錯的表現 是 是 那他們接下來我們看到在5月28號的時候 華爾街的CHEK會進行我們AMG精英聯賽的比賽 對 那我們SEN SEN是在6月5號稍微比較久遠一點 沒有關係下個禮拜我們會再一次提醒大家 那回過頭來我們先來回顧一下超級聯賽目前的戰階囉 首先在這裡看到的是A組 A組分組目前我們看到台灣蟲王是拿到了2勝0敗 而今天要登場的納豆我知道大家已經等很久了對不對 納豆今天要登場目前拿到了1勝1敗 接下來我們看到B組B組的部分 Yan 今天要登場的Yan拿到了2勝0敗 CHEK目前還沒有登場過 10年目前是還沒有拿到1勝要加油囉 而磊磊這個他的泉水溝 讓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所以勝負就不是那麼的重要了 好 接下來看到的是少年神族 我們的HAT目前拿到了2勝0敗 AK少年存亡是2勝1敗 馬上來介紹一下今天第一個對戰組合 在畫面上看到的這一位是來自於 遊藝閃電狼的Yan 讓我們歡迎與蝦紅選手 好 而這一位是剛剛過完生日 而且還有美女在旁邊送上 非常別致生日禮物的10年 讓我們歡迎來自於閃電狼的10年選手 不知道他吉他練得怎麼樣嗎 對啊 我們應該要等一下做一個賽後專訪 請他彈一首這樣 現場考試嗎 那如果說彈得好的話可以 為我們的賽機加分一下嗎 這個的話 戰機可以就馬上補個3勝 哇 他一定馬上彈一首好吉他給你聽 好 那兩位呢 今天即將在哪張地補開戰呢 在我們的殖民站 好 在殖民站這張地圖 這一張是兩人點位的地圖啦 相當的對稱喔 黃金礦你對面加很近喔 如果要偷黃金礦的話 三思而後心 好 已經來到第一回合了 好 我們可以看到的右上角紅色的 紅色的重組選手是來自於 友誼閃電狼戰隊的EAN EAN選手 而在左上角藍色的 藍色的重組選手呢 這也是來自於友誼閃電狼戰隊 他是我們的Slam 10年選手 好 這是一個蟲打蟲的一個對決啊 是 目前看起來平靜無波啦 沒有人放什麼特別的招式啦 是 雖然 最近我們星凱現在感覺很平靜啊 不過最近社會真的是不太平靜啊 對 發生讓大家感到非常痛心的社會案件 真的 而且不只是 不只是台灣啦 其實在東南亞各國也是啊 像是昨天啦 昨天泰國是發生的軍事政變 嗯 那天我印象很深刻啊 這個播到一半對吧 然後突然泰國 泰國那邊的說 啊 不好意思 今天我們沒辦法播了 我說 欸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發生政變了 啊 發生政變 這是怎麼一回事啊 然後趕緊去搜尋一下新聞才知道 啊 原來真的是發生政變了 不是推脫的理由啊 從直播當中的這消息 那個真的受到衝擊特別不一樣 欸 對 對 沒有 是我在直播 然後他然後他傳簡訊過來 嗯 對啊 然後那時候 我的天啊 怎麼會這麼一回事 真的是真的是嚇死我了 而且在越南也是啊 也是非常的不平靜啊 這個排華事件對吧 好像到現在都還沒有執行 通常這種事件通常會持續 很長一段時間啊 這個是比較麻煩的事情 那種 民族情節嘛 所以還是要再一次呼籲大家 就是熱愛遊戲之餘呢 也記得把你的愛 分享給四周的朋友 那也希望大家也可以 多多關心我們的社會 甚至關心國際上面的新聞大事了 好 在這裡我們看到 兩邊都有下狗池囉 是的 我們可以看到 有一邊是狗雙開局 那一眼這邊則是一個狗池開 喔 穩健一點 穩健一點 然後呢 這邊放下了他的瓦斯槽 而這邊呢則是要打一個烏瓦斯開嗎 目前還沒有看到在採瓦斯 那這張地圖啊 烏瓦斯開好處就是他的二礦潛破口啊 比較好封 比較好封 那但是要看他要怎麼打 要不要直接去偷這個黃金礦 這也是一個做法 好 目前現在兩邊 藍色 藍色十年這裡 剛剛存款是有將近三百塊的 不過還是先出了 這個媽媽 好 先出兩個媽媽 我們看到這邊是 把瓦斯應該是要踩到一百 然後再停氣 提氣之後是要提升狗速嗎 對對對 一般都是提升狗速 然後看看他要不要留一個 喔 沒有 他不留了 有些人他會留一隻弓兵再繼續採氣 就是以防萬一這樣子 對 那所謂的以防萬一的話 是說可能等一下要蓋一下毒爆嗎 有可以 你可以有很多種選擇 就是你有 你給自己一個選擇的空間 不要打那麼極限 你可以就看到 誒 糟糕對方可能要搞些什麼事情 那你可以馬上放下毒爆 那如果你覺得說 哎 對方真的是要偷 那我有踩瓦斯 我到時候要回頭去升級 我的二本的時候也會稍微快一些 對 好 這邊有沒有看到小狗前方的小 小規模交戰 這邊是有十年稍稍的領先一分 把燕的一隻小狗給咬掉了 好 這邊搶先搶黃金罐 帥先蓋下第三個主堡 的是十年 唉唷 沒有錯 是十年 沒有想到我們一眼這邊的 媽媽的數量居然 噢 好 現在不出來 現在不出來 我想說奇怪 媽媽怎麼還沒出來 好 因為一般來說 我們瓦斯開局 會之後有這兩隻媽媽都出來 然後他就可以過來去 清掉我們前面的 譬如這種小狗啦 呃 或是這個 我們的這個氣 熱氣球啊 我們的王蟲 哇 這個這邊抱了一些狗 這個是十年 抱了一些狗 而且後面持續在補狗 他要打一個輸狗一波了 好 我們看到在紅色紅色 燕這裡有這個媽媽 正在門口附近 準備好了 對 不知道有沒有看到啊 這樣應該是有看到了嗎 應該是有看到了吧 啊 那個王蟲應該是有看到 你看眼角魚光有瞄到啦 對 應該是有看到 但是這張地圖 以為他的斜破口非常的好防守啊 呃 能不能夠打得上去呢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看到三個媽媽堵在這裡 有再加上旁邊的這一個建築穴 應該目前還是可以再撐一下的 互相補血 但是有一隻已經紅血了 撐不住了 感覺要倒地了 對 但是這個 這個堵得非常好 我們看到第二層建築穴堵得非常非常好 這樣的話 應該是有辦法把時間拖出來 狗馬上就出來了 好 我們看到這邊 二方門口本來的三隻媽媽 現在剩下最後一隻 對 自己的狗也補出來了 這樣子要擋住應該是有機會 但是 哇 這位狗全部都跑進來了 哇 感覺這個十年後續 還有更多的狗狗要淹進來了 雖然說看到家裡是有在補了5隻的工蟲 對 原來不及了 這個狗算已經超出超乎 呃 超出VM的想像了 已經有死吃一條狗了 哇 這樣子補出來也是馬上被咬掉啊 然後我們看到現在呢 就是燕 他的狗速才要提升完成 雖然說他也有小狗在量產 但是還是不敵十年 只好打出了GG 第一回合是由十年這邊取得了勝利 好 恭喜我們的十年 這樣的話就是由1比0 有十年領先 對 所以我們看到一開始的時候感覺平靜無波 怎麼突然間十年狗這麼多呢 對 他現在要選擇打一個我們的輸狗一波了 心裡就是想好要這麼打了 然後這一波也是打得很堅決 然後一眼也是沒有第一時間採取到 這是比較可惜的一點 所以是剛剛那個蝗蟲擺放的位置 要再做一些調整嗎 那其實可以怎麼做 他其實可以把那個蝗蟲有沒有 從後面去看 或是其實你繞一隻狗上去溜一下 有沒有 因為我們常常怎麼樣去判斷對手 是不是要爆速狗 一般就是說 我們不是一開始會做兩隻狗嗎 或者四隻狗 然後這邊繞啊 看來幹嘛的 如果你往他二況繞一圈 然後發現他的工兵沒有補 這工兵數量有點少 怪怪的 對 就算對方藏狗 你也可以依照他二況工兵的數量 來去做判斷 這也是一個做法 學到一課了齁 好 那接下來我們看到 燕已經做出了地圖的選擇 是世宗研究站 馬上就進入第二回合囉 那世宗研究站這張地圖還蠻好玩的 就是他的主礦跟他的二礦 兩個礦區是互相搖搖相對的 對 然後呢 我們看到二礦旁邊是有石頭 沒有錯 我今天才看了一場很好玩的比賽 就是在接一張地圖 可不過呢 我是因為太久沒有看人族嘛 然後我今天特別看了人打人 然後這張地圖很有趣耶 一邊呢 是素女妖 然後另外一邊呢 是速度壓 速度壓 真的太久沒見了 速度壓 我覺得他蠻厲害的 因為速度壓的這一邊 一進去的時候就看到 這邊這個對方的VF蓋的有點早啊 馬上惡化不說 SCP直奔回家了 然後他也不用再一次掃描 馬上呢 也是一樣繼續直攀他的VS 然後掛了這個科技實驗室之後 然後惡化不說 他也不再一次check 直接出度壓 然後接下來就一直出圍巾圍巾圍巾 了解 他應該是看 他應該是發現對手想要出女妖 然後呢 覺得說可能是隱形女妖 對 我就先把度壓先出了 然後出一隻圍巾 把這個女妖給清了 還真的給他蒙對耶 嗯 他後續轉什麼 機械化嗎 嗯 後續兩邊 後續後來都是轉出這個生化部隊加上坦克 然後一步一步的往對面壓 啊 又是傳統的 我們說打太極拳啊 對 然後就看是誰空頭多賺一點啦 或是誰的哪邊防守分兵 有些失誤 最後是由素女妖那邊贏了啦 了解 對啊 還蠻精彩的 我記得是Acer比賽 啊 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下 好 回過頭來 我們看到在市中研究站一樣 是兩人點位的地圖 我們在畫面之中央 藍色 藍色的蟲族 藍色蟲族選手啊 這是我們由衣閃電郎戰隊的Slam 十年選手 而右下角紅色的 紅色的 這位是由衣閃電郎的伊燕 羽家鴻選手 伊燕這一場是選擇裸霜 他對手啊 也是選擇裸霜 對 那趁現在平靜五步的時候 我想教教各位星骸以外的事情 好啊 譬如說大家 如果在捷運上遇到歹徒 拿短刀 這個時候該怎麼辦 該怎麼辦 該怎麼辦 其實最好的方法就是第一個 像這樣 我們沒有地方跑的時候 第一個你要做的是要跟隊友保持距離 這是廢話 保持距離 絕對不能夠 絕對不能夠接近 再來就是你要想辦法讓他失去戰意 怎麼做 你要剝奪對方五桿中的其中一桿 譬如說 譬如說 你如果瞬間把他聽覺弄沒了 他就會可能會覺得 感覺恐懼而是去戰意 但是這個是不可能的 這基本上最容易的是 你把他撥撥他的視覺 是 而且這個做法 防狼噴霧器這樣 對對 這是一個做法 但現在已經全球已經 不是全球 全台已經掃夠一空了 那如果你沒有防狼噴霧器的話 建議各位可以拿什麼你知道 那滅火器 滅火器其實到處可見 而且他其實是很實用 而且你噴到最後臉上的話 基本上也是非常的嗆 他不是刮虎膏啊 不是撐上去涼涼的 好爽好爽 絕對不是 這噴上去非常非常難過 所以我沒被噴過的吧 是 好 我們看到網路上 真的也有不少的網友 就是提醒大家說 如果真的手邊啊 如果沒有任何可以防禦的武器的話 可以考慮來使用一下這個滅火器 不過這一切都是 第一個藥物就是 不要想說我一定要抵抗他 還是以逃走 逃跑為第一藥物 對對對 這絕對是 這絕對是第一個 那如果你遇到的 不是拿短刀的 如果你是拿到的是 這個丟毒氣的 那你有幾個原則 第一個 你不要往上風跑 不要往下風跑 你要往側風跑 第二個 你要往高處跑 因為一般來說 這種毒氣有沒有 他的重量是 空氣是比空氣密度 是還要來的重的 所以你要往高處跑 而且往高處跑 另外一個好處就是 他受到陽光的照射 說到陽光照射的話 那很容易呢 毒氣 有些毒氣是受到陽光照射之後 他會直接分解掉 所以中毒機會就會小很多 對 這個是 我覺得啦 這些都 這些姿勢啊 各位也是要 時常保有的 需要補充了解一下 對對對 好在這裡 我們回過頭來看到 十年 十年 這邊也是再一次的率先提升狗速 他的狗速即將就要完成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次燕能不能夠防守呢 其實剛燕在他自己的二況門口 也是利用一個建築學啊 再加上三隻媽媽做了一個還不錯的抵擋示範 對 就很可惜 最後還是主法抵抗這大量的速狗 對 主要是因為他沒有第一時間偵察到 導致他的狗爆慢 他雖然第一時間有沒有 第一時間他做的反應非常非常好 非常非常迅速 但是很可惜啊 這個 這個 這個要怎麼講 千金難買早知道對吧 你早早一點 早一點知道 早一點防禦 總比事後治療來得好 那我們看到這一次呢 燕他的這個門口建築學 感覺是有比較快一點 對對對 這次 因為這個門口也比較大 所以也是保險一點 先把這個門口封住 第一次都先蓋好 對 第一次先蓋好 然後兩個這個進化室啊 然後我們張揚通常都先放好 然後媽媽再堵住最後的一個小口 這樣子 是 不過在這裡 我們看到十年這一次呢 也有不一樣的想法了 他已經蓋下螺旋塔 是的 這邊螺旋塔放得非常非常早 我們其實也可以看到 當時他的這個科技啊 判得非常非常快 直接瓦斯不停 然後呢 100瓦斯升狗數 200瓦斯 馬上升這個二本 所以我們看到兩邊啊 目前來說二本進度是差很多的 是 燕現在才這個二本升到一半而已 對對 但是這個時候啊 如果 燕有發現對手是一個 非常的走向的話 他是可以直接打一個timing的 就看他有沒有 有沒有偵查到啊 好我們看到燕這裡呢 是放下 算先放下了自己的第三個足法 開礦 對 因為燕這邊也是開礦 然後 Slam這邊也是開礦 這樣他不一定能夠知道 對手是什麼樣的一個走勢 我們來看一下要怎麼走 那我們現在小狗先過來 應該是要先直接壓山礦嗎 不是 先青蟲拍 應該還是要先壓壓看 先壓看 一般來說啊 出這種 出飛躺 他會先出一波狗 然後呢進行這個山礦的壓制 是 然後順便拖住你的那個蟑螂 不要讓他去牽牽 因為這個時候啊 出飛躺 有一個很脆弱的一個台名點 就是這個台名點 是沒有錯 所以現在就是要盡量的把注意力呢 就是讓對方守住自己的家裡 不敢隨便出門啊 這樣把壓力就可以丟給 指出蟑螂的這一邊了 那我們剛剛看到 最後一眼 還是不得不被迫重新放下 再次重新放下三框 因為剛剛這個狗的數量 感覺就是多了那麼一點點 讓他不得不取消自己的那個主包 對 非常可惜喔 差一點點就可以守住 有冰神說 他現在這個三框的時間 是不是比誰來得晚 對 而且很麻煩的地方 就是說他現在 飛躺啊 對手的飛躺是已經出來了 這代表說他已經失去了 整個地圖的控制權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如果想要在LUGO 然後呢去進行三框的壓制的時候 這很容易是被發現的 直接被看到 哇 不過他打算繞這個超級大遠路 有機會嗎 哇 千里迢迢 先沿著我們地圖的左邊邊緣 這樣 沿著邊緣緩慢的前進 我們看到這個張榮的提速 還要幾秒鐘才會好啊 但是被 好像那個 那個好像是 對那個是 Slam的 小狗啊 那個在戰量網塔 Slam的小狗被看到了 這邊被飛躺發現了 哇 那這樣的話 這波 這波麻煩了 這波 你就已經走到一半了 這個要退也不是 要進攻也不是 哇 這個這個有點麻煩 這是百百損失的 兩三隻蟑螂啊 又損失一隻 好我們看到 EAN這邊呢 有大麻煩了喔 不只是現在這個張榮有損失 而且剛剛飛躺在外面呢 是 射了很多的氣球 讓EAN不得不再一次補出大量的王蟲 對 那現在EAN已經打算要準備轉感染蟲了 對感染蟲 但是Slam基本上啊 他也不會傻傻的 就是一直出那個 一直出飛狼 因為出飛狼這波 他只要取得控制權就可以了 像這樣子有沒有 大概10隻左右的飛躺 把控制權 控好以後 他馬上擁有經濟優勢之後 馬上就開始轉蟑螂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目前Slam是在選擇轉蟑螂的 蟑螂是不斷的在出 我們看到10年根本完全不給EAN活路啊 剛剛又溜了一匹狗 去咬這個EAN的山礦工蟲 而這邊呢 我們看到雖然是說EAN是分了幾隻蟑螂 想要來攻打10年的山礦 但是10年自己家裡蟑螂也出來了 對 而且 哇 而且 這邊 哇 這個騷擾真的有點煩啊 我們看到10年這場的騷擾 各方面都做得相當到位 真的 哦 10年有進步哦 再一次突破自己了 好 我們看到現在呢 10年這裡他的蟑螂 提速即將要完成了 那他也有升級盾地的科技 那這飛桃目前呢 還是持續在外面四處的燒殺勞略啊 對 而且 現在最麻煩的地方就在於 整個經濟已經差距太大了 我們可以看到目前 弓兵數量是64比55 Slam是取得領先 而且 哦哦 這邊定住了 對 定了 定了兩把 三把 對 還好 不過還好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損失 這些飛桃已經 已經並不是一個重點 因為這飛桃的任務是已經完成了 已經功德越滿了 對 又可以攻城 進退 架核式 歸西了嗎 對對對 而且 而且 那一堆 那一堆 飛桃有沒有 打到這個局面 最大的一個作用 其實就是像這樣子 浪費掉感染蟲的能量 然後導致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正面這一波推過來有沒有 有感染蟲的那一方 他原本擁有大量能量可以去定 然後調整陣型 現在已經完全沒有能量可以去這麼做了 所以我們看到感染蟲的能量只有1.5個 哎呀 這個只能丟蛋了嗎 這有點悲慘啊 好 那人口現在落差 還沒有開打之前 就有60的差距 現在開打之後 哇這個 差距進去的拉大了 對 那一波 那一波能量真的是 浪費得非常的好啊 我是說 迫使對手浪費那個能量 對 好 我們直接頂過來 還好是守況優勢 這邊是稍微頂過來 沒有出場的優勢 但是我們看到 十年的蟑螂又從後面包夾過來 會不會驗的這個三況守不住呢 這可能 這可能已經突破一個臨界點好了 非常非常多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目前是已經是38比上14 差了20隻啊 蟑螂數量 那這樣的話三況 三況端掉基本上也後面也不用打啊 這只要繼續忙蟑螂跟你換就可以了 好 這邊又出了一小批的蟑螂來轉移 十年蟑螂的注意力哦 但是感覺 在被攻城被淪陷是遲到的事情 對 這只能打出了GG啊 這樣的話恭喜我們Slam 這邊是2比0擊敗了一眼 恭喜十年呢 今天是以2比0取得了勝利哦 剛剛這個第二回合感覺是相當的精彩哦 那很可惜 燕在前期沒有發現十年直攀飛堂的意圖 嗯 這是因為這個小狗的這個巡邏 還有蟑蟲的偵查都 說有一點小意外嗎 嗯 因為 你只能去利用各種各式各樣的判斷 然後就會知道對方大概會去怎麼做 是 對 所以像剛剛如果說像這個飛堂一旦就大概十肢成形之後 燕這裡可能就沒有什麼反抗的方法 最最麻煩的其實其實是有哦 最麻煩的地方是在於他的他的那個他的三框被打掉了太早了 打掉了以後又失去了控阻 嗯 這兩個東西一旦加在一起你要整個再翻回來 就難度就變得非常非常高了 只要其中一個沒有被沒有發生 譬如說他這個三框被打掉 嗯 然後他的這個蟑螂數量是可以忙起來 忙起來之後他可以去頂一波 嗯 頂一波那出了大量非常的這一方啊 因為他的瓦斯量有限 蟑螂數量不夠他可能就直接被頂掉 嗯 對 這總之就是因為這兩個東西被兩個東西一起發 同時發生加起來 那就很可惜啊 特別是那一波狗 那一波狗其實數量並不多哦 並不多哦 然後就是這樣子直接把他的三框給咬掉 是 非常非常可惜 所以我們看到在這個第二回合 其實十年各方面真的都做得還蠻好 不管是留狗去對方的三框 還有這個非常出來的時間點 然後四處的屠殺王蟲控圖 各方面都做得蠻好 可以說是這個蟲族內戰的典範之一了 是 好 接下來讓我們先休息一下廣告之後 請記得回來